如果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魏无羡今天绝对不会去找蓝望鸡,谁能告诉他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明明,明明他一开始只是打算送两只兔子给蓝望鸡表达一下自己的感谢之情,可那墨鹅怎么就飘到他脸上了呢? 他怎么就手剑去扶开,还把他扯下来了呢? 对不起蓝湛,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然而,是不是故意的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蓝家人的墨鹅不可随意触碰,魏无羡此举已经犯了尽,自然会被拖入异视界。 只是这个异视界,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入眼是铺天盖地的大红色,不是鲜血的红,而是喜庆的红。 锣鼓声不知从何处传来,鞭炮声也一直响个不停, 这里似乎兵主敬欢,欢声笑语也是不绝于耳。 若是寻常,这般热闹氛围定会让魏无羡觉得愉快不已, 只想快点加入其中喝酒吃肉,与二三好友谈天说地。 可眼下,他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蓝湛,这是怎么回事啊? 两人身上都穿着一身华贵的婚服,虽是同一种制式, 可却被望线二人穿出了不同的风流韵味。 两人站在一起,任谁都会觉得他们是一对碧人。 蓝家墨鹅非父母妻儿不可触碰。 所以呢?你觉得呢?蓝望鸡反问道。 父母妻儿,魏无羡显然不是蓝望鸡的父母,也不是儿女,那就只可能是,妻子了。 魏无羡欲哭无泪,讨饶道,蓝湛,要不我吃个亏,给你当儿子吧。 蓝望鸡不想说话。 这个世界显然是不想让两人一直在那里闲聊不走剧情的, 没过多久便有私一来请,邀他们赶紧入场。 魏无羡还想再挣扎一下, 这位大哥,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啊。 原本笑意盈盈的司仪突然变脸,冷冰冰地说道, 新郎官,你是想逃婚,做个负心汉使乱中气吗? 对蓝望鸡使乱中气,这种事,魏无羡想都不敢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真的是不小心扯下了他的墨额。 再说了,就算我是故意的,难道就要让蓝战把一辈子搭我身上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别人要是看上了哪个蓝家弟子, 直接想办法把他墨额扯下来然后霸王硬上公布就行了。 司仪似笑非笑道,新郎官,你不会以为这墨额是谁想摘就能摘的吧? 魏无羡,嗯?一直没什么反应的蓝望鸡忽然开口说道,蓝是墨额非命定之人,清心之人不可取。 命定之人,清心之人吗? 虽然向来自信,可魏无羡还没有脸大到觉得蓝望鸡已经对他清心。 照司仪这个说法,他与蓝战是命定之人。可,这也太荒谬了吧。 蓝战,你都不反抗了吗?魏无羡语气有股说不出的委屈。 反抗什么?我们俩就要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亲了呀。 难道说,你,你真的喜欢我?想和我结尾道理? 蓝望鸡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看着魏无羡,看了许久,低垂下眉眼,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蓝战,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我只是,还没做好准备。 虽然我的确有憧憬过以后出人头地娶一个貌美仙子,然后和他一起出去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可那也是很多年以后的事。 现在,我们年纪都还太小了呀。嗯,确实有些仓促。 如果可以,蓝望鸡其实更想与心爱之人水到渠成的在一起。 二位新人,该入场了。 思怡的催促让望线两人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回到眼前的大事上。 魏无羡,要是不入场,不成亲,会如何? 思怡,你要是下定决心使乱中气,我们也只好将你进珠笼以锦笑由了。 静珠笼,思怡,或者你想试试别的死法。 魏无羡求助地看了看蓝望鸡,可对方竟然主动拉起他的手往会场里走去。 蓝战,去吧。 好。 魏无羡突然忍不住在心里唾弃自己。 明明蓝望鸡也挺冤的,莫名其妙被扯了墨额,莫名其妙被拉入异世界。 莫名其妙要和他成亲,可他却一直自怨自艾,都没想想蓝望鸡究竟是怎么想的。 罢了,先把流程走了吧。 有什么事,等他们从这个异世界出去再说。 本以为只是在异世界走个过场,可是为什么回到现实世界后才是噩梦的开始啊? 魏无羡知道有人酒量很浅,可他没想到蓝望鸡酒量也很浅。 而且酒量浅就算了,粗看之下竟然看不出他醉了,以至于错失先机,被人直接带到了蓝启仁和蓝西辰眼前。 叔父,兄长,我与魏英在异世界成亲了。 蓝启仁闲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过去。 蓝西辰常年温和戴笑的脸上也出现了一丝裂痕。 魏无羡,也感觉自己要裂开了。 魏无羡即怯道,蓝先生,泽吴君,我可以解释的。 我们,嗯嗯,见魏无羡居然被自家弟弟施了晋炎树,蓝西辰极不雅正的眉毛一条,将晋炎树解开了。 魏公子你继续。蓝望鸡很委屈。 也就是说,你扯下了望鸡的墨鹅。 蓝启仁的脸色依旧不好看,勉强只是比之前快要晕过去的状态好点罢了。 是,但我真的是不小心,是风把蓝湛的墨鹅吹我脸上了。 我只是下意识地挥开而已,也没怎么用力,那墨鹅就到我手里了。 蓝西辰羽翼不明,你们在一世界成亲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进去就穿着婚服,然后还有人一直催着我们俩拜堂成亲,他还说我要是不去,就要把我进猪笼。 所以,成亲也是权宜之计,见自家叔父被气得不轻的样子,蓝西辰只好自己出面询问,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们喝了交杯酒就出来了。喝酒,怪不得呢? 叔侄俩早就发现蓝望鸡状态有些不对劲,原来是喝了酒。蓝是敬酒,族人多半是喝不了酒的,想来望鸡,此刻酒还未醒吧。 蓝起人吩咐弟子去熬一碗醒酒汤过来,等蓝望鸡清醒了再继续问剩下的事。 旺鸡,清醒了吗? 嗯。蓝望鸡脑子还有些混沌,也不清楚酒醉时都发生了什么事,可看到眼前的叔父兄长神情莫名,以及身侧的魏无羡欲哭无泪,他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叔父,兄长,我与魏英,蓝起人,够了,打住。再听一遍,他真的要晕过去了。 魏无羡神情忧怨,蓝湛,你真的清醒了吗? 嗯。那你还记得我们从异世界出来后你做了什么吗? 嗯。果然什么都不记得了。 呸,渣男。旺鸡,你是如何看待你与魏公子成亲之事的?蓝旺鸡沉默许久,沉声道,旺鸡不愿强人所难。 言下之意,便是魏无羡要是不同意,那场成婚就当作儿戏作罢。可他醉酒时明明那么执着。蓝湛,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商量的,就是现在我们年纪都太小了。 蓝起人平复心情平复了许久,终于出来总结陈词了,既然此事还未闹大,便先放在一旁,以后再一把。左右两个孩子也确实还太小了。 魏无羡回了自己的弟子宿舍,蓝旺鸡则留在静室内沉思,倾听来自兄长的教诲。蓝起人心事纷乱,不由自主地走到了蓝家祠堂,拿出了蓝家的祖谱。 不知不觉,旺鸡都已经这么大了呀,十五岁,说大不大,说小也是不小了。放在寻常人家,这个年纪就成亲也不稀奇。 只是他们姑苏兰是指重命定之人,若没遇见,终身不娶也是可以的。 手指拂过那泛黄的书页,先辈的名字,在手指间划过。 蓝鞍,蓝义,蓝李,蓝清衡,蓝启人,蓝西辰,蓝旺鸡。蓝启人惊恐地发现,自家二侄子的名字旁边竟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魏无羡的名字。 那里可是道里的名字所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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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